PS5二手怎么买怎么卖 这位同学是在2022年底买了一套PS5 当时一共花了4800 他问我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其实买卖二手这种事很常见 有人想买二手 有人想出二手 这个视频咱就聊聊这事 首先不管你是买PS5还是卖PS5 要注意两点 一个是要确保机器功能正常 无拆无修 外观没有污渍 没有破损 账号能够登录和注销 第二就是买卖双方的主体得有信用 至少得知道对方是个人还是商家 那么以这位同学为例 他卖的这个PS5是国行的 根据他购买的时间点型号 我推断是1109 也就是第一次的改良版 两个手柄 还有一个索尼原装充电器 他说平时玩的很少 算是嘎嘎心 应该是99心 我问他当时为什么要买PS5 他说是为了弥补童年的缺失 那现在为什么要卖呢 是因为长期吃灰 各位不要笑 在视频的最后我会讲到这点 我给他掐指算了一下 目前他这一套东西 如果现在买全新的 我能看到的比较低的价格是3700到3800块钱 我就问这位同学想卖多少钱最低的 他说他的心理预期是2800到3000 也就是说比市场目前全新的要低1000块钱 这个价位我感觉应该是比较容易成交的 为什么呢 下面我们从买家的角度来看看 如果这位买家他正好想要一个双手柄 而且还想要索尼原装的充电器 而且他喜欢老款 少花1000块钱 能买到99新的东西 玩起来效果是一样的 也挺值得 我并没有看到这位同学的机器 咱们假设机器就像卖家描述的一样 像这种PS5游戏机 它不容易坏 而且它还有将近一年的质保 还有电子发票 另外还是国行的 售后保障还是不错的 关键是省钱了 我们买二手的关键 那不就是为了便宜吗 另外就是还想买一个品项好点的 比如99新 这就行了 下面我再给卖家一些建议 我们在卖PS5的时候 要先把机器擦干净 特别是手柄的汉字油污 然后找个光线好的地方 多拍点照片 把配件都拍齐全 因为有PS5的原包装箱 发快递的时候选个顺风 运费估计得100块钱 距离道夫还是包邮 你们自己谈 我希望能让买卖二手的双方都合适 都高兴 但是二手交易还是有风险的 建议选一个靠谱的平台 具体我就不说了 要保护好双方的财产安全 在这我声明一下 我没有店铺 我也不做回收 我之前卖过很多东西 都是自己的闲置物品 而且就只有一个 卖了就没了 我做这个视频 是为了帮助我的粉丝 因为有人想卖二手 有人想买二手 这个视频给各位参考 给大家行个方便 最后说说这位同学相当于花了两千块钱 弥补了童年缺失 我认为是值得的 因为现在他不打算玩了 还能回三千块钱 把这三千块钱花在目前认为更值得的事情上 这就是断舍力 这方面我也是深有体会的 以后这位同学如果还想玩PS5怎么办呢 那很简单 买回来就是了 所有的PS5运行游戏效果都是一样的 然后怎么办 我都会想玩了